呵呵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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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烟火 小鱼 呵呵 你想出去玩嗎 然後 我們一起回家好嗎 哈哈 啊 嗨 兄弟們 你們在討論什麼啊 需要我幫忙嗎 唉 早知道在Jack離開前 找他要點事做 喔太好啦 我是說 喔不 看來有大事情發生了 所有人員注意 這是一個紅色情報 死亡之母的翅膀正慢慢展開 夏天的放逐即將降臨 冷靜弩絲之槍協議已經啟動 啊 慢慢變啊 等等 發生了什麼 他說了什麼 大家都去哪裡了 你怎麼還站在這裡 死亡之母來了 我們必須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跟我來 你可能聽說過 SCP-682吧 SCP-682 是的 那隻討人厭的蜥蜴蜴 他在另一個設施裡突破收容 現在在外頭四處橫行 天啊 看來我們得去把他收容回來了 更麻煩的是 SCP-053也和他在一起 不是吧 他是誰啊 唉 就是我們收容的一個女孩 她和這該死的蜥蜴還挺熟 她最後被看到 騎在682身上 正開心地前往附近的小鎮 什麼 你們現在連小孩也關起來了 挺好 她不是普通的女孩 只要你看她一眼 就會喪失禮止 如果你 唉 算了 等你親眼見到就知道了 哇 這情況看起來很嚴重啊 他們是要去消滅682嗎 消滅682 呵呵呵 你瘋了嗎 沒有任何武器 能夠把那混蛋擊倒 那這些裝備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要出動 確保該地區的平民 能安全撤離 至於682 我們只能期望 情況不要太快 我也要一起去 哼 好吧 這可是你自找的 好了 兄弟們 出發吧 呃 啊 啊 你這個怪物 去死吧 唉 小蟲 啊 啊 啊 还有多远 应该不远了 我记得 就在那里 那棵树 后面和他的朋友们 放学后 会在那里欺负我 他们都是坏人 那你的家 在哪里 就在那 Annie老师 就是在那里 走到我面前 然后突然睡着的 那是你的家吗 不 不是 但如果我们到了那里 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总算 有点进城了 所以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吗 那这蜥蜴是什么情况 我们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了吗 我收到了目击者的情报 一只巨大的爬行生物 正在附近的小镇大肆破坏 所以我们正在前往哪里 我们要消灭那怪物 冷静点 孩子 我们是在进行重新收入任务 或是消灭任务 再说 你觉得我们这些小玩意 能对它造成什么伤害呢 但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要么我们消灭它 要么我们被它消灭 这中间似乎没有第三种可能了 肯定有一个不流血的办法 我知道了 我们为什么不带上羞涩的人 我很了解它 它非常友好 又容易说话 我相信 它可以轻易地 与682成为朋友 看来你还真不知道 他们之前 被放在同一个房间时 发生了事 好了大家 别闲聊了 做好准备 马上行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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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根据警报 我们应该就在他们附近 我们将分成两队 Ross和IU 带上我的一个手下 和你们一起疏散平民 其余的人 跟我来 我们去处理SCP-682 要么我们消灭它 要么我们被它消灭 这中间似乎没有第三种可能了 今天不能再有任何人死 我要跟您一起去见SCP-682 什么 你疯了吗 孩子 这不是勇心 它可是682 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要如何向Rai博士交代 别担心 我和羞涩的人进行过交谈 看我 这还不是好好的吗 好吧 更紧一点 是的 长官 是这里吗 终于回到家了 我们又可以举办生日派对了 看来我们的客人已经到了 哎 兄弟们 放轻松 冷静点 你一定是SCP-682吧 哇 这发型很酷耶 你 有些不一样 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 你是谁 我是哎呦 我是哎呦 而我的伙伴们只是想带你回家 是的 我们只是想确保你的安全 毕竟这里的人啊 有时候还挺难搞的 他们是来参加派对的吗 嗨 小妹妹 你应该就是SCP-053吧 我 呃 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她是个女巫 呃 刚才 是谁在我耳边说话 这个凡人 竟然能这么轻易 抵抗她的诅咒 有点东西 呃 我的头 必须 杀 不 大家不要被她影响 呃 天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兄弟们 冷静点 这感觉 一定是 我感觉到了强大的机械 正如我所料 亚伯 不想浪费时间是吧 很好 呃 呃 我的天 亚伯 你们能不能别打了 幸好 这里还有一位不暴力的人 呃 今天天气真不错 是吧 这是你家吗 我想要办生日派对 呃 这确实不是个派对 但还是挺热闹的 嘿 不如 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我们可以在基地里 为你举办生日派对 不 我不想再回去那里 我想回 家 但是 亲爱的 这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你为什么不想回基地呢 我感觉 很孤单 大人们 总是大声说话 我很害怕 他们又总让我进这房间 进那房间 有时候 还有穿橙色衣服的人进来 然后互相打斗 大家都不友好 但小鳄鱼不会 我喜欢小鳄鱼 小鳄鱼很温柔 小鳄鱼是 哦对 小鳄鱼 真是个可爱的名字 你也很好 你不会伤害人 你不是坏人 你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好啊 我当然愿意当你的朋友 等我们回去后 我会时不时来陪你玩 我们会有很多的生日派对 打勾勾 打勾勾 但 首先 来吧 你这个邪恶的野生 小鳄鱼 躺下 顾 所有人停止 我们回去吧 我就知道我该让他 天哪 好吧 这真的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 真是令我震惊 我相信 你也听说了今天发生的混乱 是的 我知道了 照上面写的所有关于阿佑骑在六八的背上 以及亚伯正在想用他的战后热狗加金木匠是怎么回事 Briod在这一切发生时到底在哪里 他不在基地 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而阿佑仅仅只是聊天 这能让两个最危险的异常体 自愿回到收入中 他到底有什么命运 我相信 你还没什么 这就是你